在底下还有吗 还有 哈喽大家好 我是Eason 现在呢 我刚刚降落在了深圳的保安机场 开始我们这周的深圳之旅 因为之前从临波来的路上 就在前面的片段里面 我没有说法是因为比较害羞 现在这里没什么人 所以说可以开始跟大家 介绍一下这次的行程 反正这次在深圳在两三天 然后我会记录这两三天好玩的事情 然后带大家去看看我们的 万三号者的工作室 长什么样子 那么废话不多说 我们赶紧出发吧 Let's go 嗨 How are you 什么 这里一个人来啊 不然还多少个人 我都拍了一路了 成功 跟老板会责了 哈喽 哈喽同志们 我刚刚已经去酒店 已经入住了 现在呢 我要带大家去参观一下 我们万三号者的工作室 那么废话不多说 我们赶紧出发吧 来老板 给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咱们穿的啥呀 粉色最少的是我们 刘淑文同志的 Rud Rud 然后旁边那一双是 哲华 Customer的第一只 来看一下配色 挺帅的 然后他用的是一个麂皮 然后后面还进行了个刺绣 好不好看 喜欢的扣个1 不喜欢的扣个2 我们已经进到大厅了 给大家看一下 好环节开始 小爱同学 哎 开始音唱 欢迎欢迎 热烈欢迎 未来百万 啊 主歌歌光临 十万粉丝 万 爱好者俱乐部 是不是 一进办公室就很排便 接下来呢 后面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鞋墙了 然后上面的呢 基本上是我们唐老板自己的收藏 还有一些 大家平时穿下的鞋子 就直接撸在这个上面 然后在那边坐在鞋墙 然后还有很多来自各个年代时期的联名款 我来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 在底下还有 还有 那接下来呢 我来给大家挑一些这个鞋在上面有非常有意思的一些周边还一些鞋款 就比如说我现在手里面拿的这个鞋盒 是不是很特殊 来老板 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鞋盒的来历是什么 这个鞋盒嘛 起先就是 Vence一个很复古的一个鞋盒 然后我们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就把它重新做了 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鞋盒上面它是一个消贩车的一个图案嘛 差不多七八十年代的一个纪念鞋盒 我们当时是 因为Labelhood做联名的时候 我们给Labelhood做一个特殊鞋盒 所以就顺带把这个盒子给做出来了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鞋盒怎么样 喜欢的扣一不喜欢的扣二 在这边呢 我找到了一双Supreme跟CDG联名的一双ERA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来 我们来打开鞋盒 看到里面这是一双什么CDG 这个鞋子应该是Supreme跟CDG的三方联名 这是那个时候出了一个波点迷彩 它那时候出了两套嘛 一套是这个波点迷彩 然后另外一套是沙漠迷彩 Draw Air也是我的满满的回忆 因为这个是我在美国上高中时候 收藏的一双ERA 但是这双鞋现在被我一直放在美国家里面 没拿过来 来给你们看一下细节 鞋鞋上面就印着CDG的logo 还有Supreme的logo 然后屁股后面就是很传统的Supreme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双鞋怎么样 喜欢的扣一不喜欢的扣二 那我们再来看看这边盒子里 还有什么值得给大家讲的 诶 这边为什么放了个普款的鞋盒 诶 这不是CRH4 诶 诶 诶 这不是CRH4上次联名那个ERA 来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多少钱 现在这个鞋子可能一千两千 我不知道 因为我很久没有关注二级市场了 但是这次联名的话 我觉得设计的挺成功的 就是它的鞋底 然后这个是它的鞋身细节 后标 这次联名的话 CRH4是能把能用到最好的材料 都给放到这个鞋子上面了 然后包装也是 虽然不是那种高级的抽屉鞋盒 但是它已经能做到 它这个支线联名里面 能用到最好的材质了 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 把喜欢的或者不喜欢 扣在弹幕上 让我看一下大家对这双鞋的评价 看完了这个鞋柜 这边就是我们的大门设客厅 然后有电视机 还有PS 还有Switch 还有我们网络的设备 也都放到这个位置的 在网这边基本上就是 办公的一个区域 这里是我们滴滴姐姐 和刘淳同学的一个卡座 我们来滴滴姐姐 跟我们的观众打个招呼吧 刘淳同学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我是打工人 打工人 打工人 打工魂 下一句是什么 不知道 不知道你还是打工人 大幕上告诉我 我刚才这边角落 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 虽然我有个类似的 但是这个看起来比我那个更高级一点 来 3 2 1 哎 这个是不是非常的帅 这是一个Vans logo造型的一个霓虹灯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 喜欢的扣1 不喜欢的扣2 喜欢扣1 扣2太扣了 哈哈哈哈 阿燕 其实这块区域呢 这些强的区域呢 其实在我们很多的视频里面也出现过 因为我们一般如果是这边拍视频的话 都会使用到这个场景 所以在这里也可以看啊 有一个这个灯在这里 然后再往这边看了 就可以看一个我们闲置很久的豪肌 哈哈哈哈 为什么要拍我 哈哈哈哈 刚刚突然发现我们办公室里还有一个这个 这个鞋盒里面装的呢 就是那双 Steve Cabrero的30周年纪念鞋款 全球限量30双 然后我们爱好者呢 也非常有幸 Babay Vance送了一个这个 我有个问题 为什么办公室中间放了一个这个古董椅子 来讲讲什么来说 这个椅子嘛 就是 就是给老板坐在这 哦哦 看着大家上吧 所以说这就是个监工位是吗 哦 高级 非常的棒 来跟着我的镜头往里面走 这是我们的一个 另外一个办公室了 来 这是我们的设计总监 哎呀 阿华田 李泽华先生 来给我们打个招呼 什么都不要说 哦 先加微信 来给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哎 没没没 设计总监 堂堂设计总监 快来给他介绍一下 我们设计部暂时只有一个人 然后我是设计总监 对 然后我们的 我主要负责就是 双三号者的一些设计啊 周边啊 什么的 然后基本上都是我负责的 哎 我觉得你夹克不错啊 哦呦 Fans Fans 啊 是不是 啥意思啊 这个是我们新要出的周边吗 对啊 这个就要出了 来看看背面 来给大家看看版型 可以吧 哇帅帅帅帅帅帅帅 秋季是不是得买爆的 对得买爆啊 哇帅帅帅 这个衣服还在搭吧 给大家看一下后面的这个细节 买爆买爆买爆 不让大家喜不喜欢这件夹克 哎 这是什么 小细节啊 小细节啊 又一个小细节 我们这台办公室里面还能看到一些非常现象的一些小周边 大家转一圈看一下啊 哎 你们可以看一下上面 这个应该就是之前那个四大国潮联名那个特殊鞋盒 有MYGE啊Random Event还有Running Wild 哦还有个Attempt啊 四大国潮的联名特殊鞋盒 然后这个上面呢 还有一个David Boyd的一个特殊媒体盒 只有一些媒体老师 还有一些KOL才能收到的鞋子 是不是非常的排便啊 所以说 你们现在还没有关注我们万三号者 B站或者是其他平台的小朋友 啊 说透了 关注 请赶紧关注 我们会再未来呢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更专业更全的资讯 在这个上面呢 有一件非常非常OG的一件T恤 其实这个T恤是我那个时候刚上高一的时候 我买过这个 这个是Vans跟Tatasha联名的一件T恤 这个T恤当年我也买过 非常的可爱 这个衣服大概应该是13年左右了 如果有很多Vans老粉的话 肯定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件衣服 这件衣服就是拿了一个画框给它裱了起来 这边当艺术品还是挺好的 所以说如果你们家里有一些不穿的Vans衣服 或者是别的品牌的衣服也好 如果你们想把它保存下来留个纪念啊 你们也可以像我们一样 把一个画框把它给装起来 除了衣服以外呢 你甚至可以把鞋盒里裁下来 放到这个画框里面 在家里做个装饰物也是很不错的啊 你们觉得这个设计怎么样啊 这张桌上面呢 有个黑白棋盘格的箱子 看着挺特殊的 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诶 这是一张唱片机尾 这个是放唱片的针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打开唱片机啊 然后这边呢 我们是有一张来自Soul Classics的唱片 拿出来给大家播放一下 办公室呢 就大家游到这里了 啊 接下来呢 我们要去吃晚饭了 现在是晚上差不多 快六点半了 大家都饿了 那么我们餐厅再见吧 来 看我 来 大家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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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同志们 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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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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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们的Vlog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忙了一天 然后请来要吃烤肉 那我们就下期开箱节目再见了 拜拜 同志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